哈哈哈哈 最好的副理 嗯 不離婚 哈哈哈哈 現在這個問題是說 離婚前就有 你說這個問題嗎 嗯 其實有啦 所以這也是離婚的原因 也算是 我後來其實有聽過很多創人啦 其實我自己心裡蠻受傷的 壓力很大的時候 有1500包 哦哦哦哦哦 這麼多 哈哈哈 旁白哥爆爆丟丟妹 李明珊任前夫欠債才離婚 曝員工勾結廠商損失百萬內幕 沒有收藏金沒有抗生素 沒有增長技術 那一公斤這麼多 8至12天左右 你今天你要買的 幫我刷一整排買爆加一 好幫我刷一整排買爆加一 我告訴你有買到感謝 沒有買到感恩 熟悉的煙嗓叫賣聲 是曾經叫丟丟妹的李明珊 他在台中另起爐灶 近4個月接了5家代言啊 哎呀 但真要從此和丟丟妹說拜拜了嗎 就因為我以前註冊真的 10月出來10月轉 我平台權限就被完全剔除 對然後我又不是公司股東 或者是什麼的身份 雖然大家都認知我是老闆 我是老闆娘的角色 可是因為我就那一刻就 我的平台權限完全被拔掉 我前夫大家知道退掉了嗎 對然後現在新股東承接 其實一直都有在做密切 跟我密切的聯絡 會希望我回去承接什麼 可是我還在 關忘 這幾個月他也消失 他其實消失還蠻久的 沒有在聯絡 我後來也其實有聽過很多傳聞 其實我自己心裡蠻受傷的 現在這個問題以前 離婚前就 你說這個問題嗎 其實有啦 我也不太想把話講得不好聽 什麼的我覺得因為 畢竟曾經有夫妻嘛 然後有共同的小孩 我覺得 他會越來越好的 希望啦 所以這也是離婚的原因是什麼 也算是 我跟你講 現在主要 因為以前 世人不親 你知道嗎 因為我早產 就我七個月出生 對所以 我的眼睛非常的不好 我幼稚園的時候吧 很常跌倒 隨便啦 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這樣 他表示在台中月薪開到四到六萬 還是缺工 也分享了在台北時被二員工騙百萬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庫存比例都有點怎麼酸 因為每天點嘛 就不對 監視器 從中 就是從這樣 一直看到半夜 從早上看到半夜 就每天看 就在掉那個 他們下貨的紀錄 因為我們會背一個那個GoPro 對然後跟 外面有個大型監視器 才知道說 廠商也不是我們叫 叫一百件的什麼東西 可是他下貨只有下五十件 他另外五十件就沒有下了 就是跟倉管勾結 就回去了 請他賠償嗎 對啊請他賠償 因為有證據啊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不要鬧得很坦坦 要管貨管人管錢 姗姗壓力三大 坦言無法戒菸 要戒很難耶 有想過要戒嗎 有想過很難 沒有 很傷喉嚨耶 對很傷喉嚨 可是認真 沒想過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數壓的方式 每個月的月底啊 月初啊 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可能一天五包 這麼多 三立娛樂新聞 只是不正確的喔 我知道啊 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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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